田徑運動員方以培 參加了倫敦奧運的香港代表團 下午在文化中心出席政府舉行的竹節會 代表逐一上台接受表揚狀 在場的幾百名市民都為這班建議鼓掌歡呼 奪得一面奧運銅牌的女子丹車手李慧斯 在分享環節說 見到很多香港人支持運動員 又說一個比賽能夠聯繫到整個香港 除了感到開心也都覺得很震撼 無論在香港還是我身邊有很多人陪著我一起經歷這件事 我覺得很震撼 可以有一個比賽去連繫整個香港 而華浪選手梁浩俊就說 滿意自己的表現 因為在亞洲選手排名中最高 也都已經達到預期目標 他說會繼續努力為香港爭取好成績 行政長官梁振英在致辭時就說 運動員充分體驗拼搏以及進取的香港精神 不論得獎與否 各個參賽運動員在比賽期間 展示了無比的勇氣、毅力和鬥志 我和全港市民為大家感到驕傲 他又說當局已經動用18億元重建體院 亦都計劃在東九龍啟德興建大型綜合設施 承諾會確立精英運動員的專業身份、形象和社會地位 亦都會為他們退役前後的進修和就業提供更多支援 詞音響 我和全港市民會建議 每個人都在了解 把建築寺